中天电视台是一家营运良好的电视台 大家想想看 在现在经济不景气 在疫情的蔓延之下 很多电倒了 很多企业经营不下去 但是我们中天新闻经营得很好哦 从财务状况来讲都很不错 但是怎样 我们是被政府强迫要关台 所以这点呢 真的让员工非常的不能揪手 影响的不只是中天新闻的员工 还包括什么 包括这附近啊 有很多最直接的啦 便当店 我们都在这里买便当 所以呢便当店的老板 对于中天新闻被关台 哎他鬼巴都会 他有很多话要讲 我们来连线记者 毕欠函 他要告诉我们 便当店老板你怎么想 中天的员工不像其他的电视台 附近可能有美食街啊 或者是餐厅林役 而中天的员工到底中午 或者是晚上下班的时候 都会吃什么呢 大概就是距离中天电视 隔一条马路的这间便当店 老板娘在这边 已经开了十多年了 他其实跟很多的中天员工 也都有相当好的交情 究竟呢 哪两款便当是中天员工的最爱 我们来直集一下厨房 中天的员工常常交 有时候我们看到他们人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他要点什么了 就是排骨汗鸡腿 都是熟客就对了 有没有人一买就买好几年 跟你变成朋友的 有啊 其实我认识很多 我常常问他们说 那你们要去哪里 不要忘记我们哦 他说前途未卜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心里的话 我们也是前途未卜 少了你们 其实我们就少了很多 大概几成的客人 以中午来讲 可能几成是中天的员工 其实我不知道有几成啊 但因为你们的人数 好像有在变 除了本来有中天之外 后来还有中市 所以其实人数有在增加 但是现在会减少 减少多少我也说不上来 我希望不要减少太多 这会影响我们的生计 还有另外一家餐厅 也是中天员工常常来光顾的 就是在排骨饭旁边的 这间药炖排骨专卖店 老板娘呢 我们刚刚有问她说 越不越受访 不过她比较低调啦 但她是说呢 其实有观察到 很多的中天员工啊 不论是中午的时候 或是晚上 都会特地来这边用餐 那有的是因为 她可能跑外勤 她跟时间在赛跑 中午的话 吃饭时间比较赶的 没有办法内用下来 甚至呢 有一些人买到已经是熟面孔了 老板娘一看到她 就知道她想吃什么 我们也来看一下桌上 中天员工最喜欢吃的哪两样 包含像是药炖排骨 还有卤肉饭 甚至呢 老板娘说干拌的面线 也是中天员工非常喜欢的餐点 那老板娘刚刚有特别透露 关心的是中天员工 未来的生计状况如何 不过我们跟老板娘说 不用担心啦 我们之后要转战网路 因此呢还是会时常来到这边用餐 那她说呢 其实很多电视台的员工啊 不管是记者也好 内情也好 甚至呢 在电视上面看到的主播 只要过一条马路都会来到这边用餐 那老板娘也会迅速帮她准备餐点 不希望耽误到她们太多的工作时间 以上是掌握到最新状况先交还棚内 怕等秋谷等斗用 12月12起 跟着中天走 掰了 52台 立刻订阅YouTube中天电视频道 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完全免签 同步下载中天快点TVAPP 一键看中天更方便 订阅中天 守护台湾 刷一排 甲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